台湾与球女单一节戴资颖台湾时间30日晚间在亚锦赛女单冠军赛登场 推为5年后再度在亚锦赛封后夺下个人生涯赛史第三金 戴资颖除了PO文感谢团队及球迷之外 也在脸书分享一张现金与谈四大天后的珍贵照片 照片中站在最前方掌镜的是中国选手陈宇飞 后面分别是日本球后山口欠台湾一节戴资颖以及韩国选手安喜盈 贴文中戴资颖表示这是一张很珍贵的照片 必须单独发 四人在场上虽然是对手 不过在场下却开心合照自拍 也让不少网友看完后大赞伟大的对手 凸显自身成就 球场上对手 球场下朋友 而中国选手陈宇飞也在IG贴出同一张照片 表示很荣幸在新的周琪在这个时代有这么优秀的对手 期待下次比赛再见面 下方留言处有球迷好奇询问颁奖的时候你们在聊什么 而陈宇飞也大方透露哈哈 是我想要拍照 然后代姐说她也想拍可是没带手机 我说我就是为了拍照才带手机的 她让我发给她 就airdrop了 两人私下对话曝光也让不少人直呼 太可爱了 还好飞飞有带手机